我们再讲主要就是讲解一下关于mysocker流出空式语句当中的选择语句 首先我们来看if else语句 if else语句的话 它是一个二选一 也就是如果我们这里面有一个if的一个逻辑表达式 那么这里面这个逻辑表达式的话 如果它为真的话 那么它就会执行这一个if里面的这个语句 如果这一个为假的话 那么它就会去执行else里面这个语句 这是一个if else 那如果会出现多个分支的话 那么这里面就会加上一些else if 可能这里面就会加上一个else if 只要你遇上有逻辑表达式为真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执行它init的这个if里面这个语句 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就给加上 这一个if逻辑表达式的话 它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条件为真的时候 那么它才会执行 执行这个else语句的话 它很显然就是当这个if 这里面这个条件为假的时候 它才会去执行这个else里面这个语句 那我们来看一个它的一个语法规则 这里面这个if else 它的一个语法规则是 if条件 然后认认就表示 当这一个条件为真的时候 就这一块 为真的时候 那么它所执行的这一个语句 如果说else if 这里面这个else if的话 它是连着写的else if 如果这个条件为真的时候 那么它在执行这一个认 后面的这个语句 到最后有一个else 但这个else不是必须的 你可写可不写 else就是其他以上条件都不满足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执行else里面这个语句 当执行完了之后 这里面有一个结束 这一个选择语句的一个命令 叫underif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输出一个人的年龄 当这个人的年龄是大于等于18的时候 我们就显示的是成年人 如果说是小于18的时候 那我们就显示一个未成年人 这里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myssocle的一个dos环境下面 那我们同样的采用的是 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数据库 然后我们把分隔符给它 改成我们的一个两个dollar符号 我们接下来就创建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 创建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到我们这里面 因为是要输入的是用户的这个年龄 那么这个年龄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输入参数 所以我们先给它定义成一个印 这样的一个输入参数 那我们就age 它是一个印的类型 然后这里面就要注意到 刚才我们讲过 这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if的一个逻辑表达式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 if如果这个逻辑表达式为真 那么它就会执行if 认里面的这个语句 所以我们这里考虑的是 if age 这个age 如果是大于等于18的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条件 它执行的一个结果是真的话 那我们就执行的是任 里面这个语句 那我们就输出的是select 然后else的话 那我们就是输出的是 这个else里面 那么它就没有这个任关键字了 我们就直接输出的是select 当我们写完这个ifelse之后 我们加上一个end if 这个end if后面 它是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执行单元 那我们就给它加上一个分号 然后我们就end 好再加上我们的一个doll 就是一个分割幅 然后再支援一下 这个存储过程创建好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分割幅给它去掉 变成我们的一个分号 然后现在就给一个用户的一个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我们给它一个等于19 可以显然这个19它是满足这一个a解大于等于18这个条件的 所以它会显示的是成年人这样的一个输出结果 我们调一下这个存储过程 然后把这个变量加进来 现在已经输出的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 这是我们两个条件的一个分支 两个条件分支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那么它执行这个 如果不满足 那么就直接执行的是else 当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多条件的分支 这一个多条件的分支的话 比如我们这里面这个案例当中 那么大于等于18 大于等于18 如果说这一个18 它有可能是大于等于60岁 是不是 大于等于60岁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显示的是老年人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多条件分支 所以我们再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演示的就是一个多条件分支 那我们还是同样的先把我们的一个分割符 给它变成的是我们的一个多的符号 然后这个呢 我们同样的也是创建一个存储过程来展示它 我们这里面就是shellage2 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输入参数 我们是age 然后是int 那这里面我们就要考虑到 这一个首先的一个判断条件是if 那么这个是大于等于18 但是呢 它是小于60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会加上两个 一个是age 大于等于18 并且这有一个且运算 并且它还要满足它是小于60的 小于60的 然后再让它执行的是select 这是一个成年人 这是第一个分支 然后再看第二个分支 第二个分支 那么就是elseif 因为它是一个多条件分支 多条件分支当中第二个分支 我们可以用elseif 那么这一个elseif 就属于第二个分支 第二个分支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age 显然它的一个条件就是大于等于60 然后再让按任 就是select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 老年人 最后一个就是else 那么这个就是select 未成年人 然后最后我们就还是同样的加上一个underif 然后最后我们就还是同样的加上一个underif 然后这里面就是end 然后我们就分割符结束 好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里面扫打了一个分号 所以我们把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给它copy一下 标记一下 然后我们回测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放到一个记事本里面 打开一个记事本 我们把这个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 我这里面扫一个分号 我们把这个分号给加进来 然后再重新执行一下 好 再执行成功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分割符再给它换一下 换成我们的分号 然后再定一个变量 比如set at 等于 比如这里面我们就等于67 67它很显然是满足于数我们这个条件 第二个分支 这个分支的话 那么它会输出的是一个老年人 这样的一个信息出来 然后我们掉一下 这样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这里面都已经输出出来了 这个多条件分支 它实际上我们用图来表示 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表示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画一个图 然后这个是输入的年龄 我们可以这样去看 输入年龄 它如果是满足第一个条件 我们给它加一个 大于大于18且小于60 那么它这个输入结果 再加一个输入结果 就是成年人 相当于这是我们第一个分支 就是我们刚才输入的这个分支 然后第二个分支的话 还是输入这个年龄 那么第二个分支我们就是 但是如果它这个年龄是大于60年龄 是大于60的 大于60 那么这里面呢 它的一个条件就是 是一个老年人 前面也是成年人 好 最后一个 else就是最后一个 它表示最后一个 那么最后一个呢 肯定就是 它不满足前面两个条件 那么就是else 最后一个就是else else的话 那么它后面是个计划 那么就是一个 那么就是一个 未成年人 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判定 它的一个判断 那很显然它是涉及到三个流 三个分支 一个是大于18 小于16 另外一个大于16 另外一个就是else 这里面特别需要注意的 就是它这个语法 就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要注意 前面两个if 或者说是else if 那么它后面是跟上的是认 最后一个else的话 它实际上是不跟上认的 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总结一下我们再讲的一个内容 我们再讲呢 主要就是讲解一下 在我们mysocker的一个空词语句当中 我们用的ifelse 和else if 在else if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挨着写的 它主要实现的就是一个分支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它执行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不满足条件 那么它执行的是else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分支 这就是我们这讲的一个主要内容